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威斯勒小镇呢 曾经于2010年的时候 成功举办了冬季奥运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五环立于这个小镇的中心 所以这里也被人们熟知为是世界最著名的滑雪圣地之一 这座小镇呢 约有一千多人口 那么大概有160多平方公里 是一个面积不大 但是却具有别样风情 并且武藏俱全的小镇 威斯勒小镇呢 是一个具有新鲜事业的小镇 因为这座小镇自建立到现在呢 也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 那么起初呢 这座小镇是围绕两座山 威斯勒山以及黑书山建造而成 这座小镇所有的娱乐设施 以及旅游的项目都是由这两座 基于这两座山而完成的 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 在惠斯勒山以及黑书山的山脚下 威斯勒村庄建造而成 同年12月的时候呢 相应的滑雪设备以及滑雪场正式启用 1988年的时候 通往惠斯勒山的十人滑雪缆车呢 正式运营 可以适应越来越增加的滑雪人潮 那在1990年的时候呢 同样的在黑书山也启用了八人的快速缆车 以充分利用黑书山和惠斯勒山 两座山方的资源 从那以后呢 这两座山所有的滑雪资源 才被完全的利用了出来 那么从1992年到现在呢 威斯勒小镇一直是 基本每年都被评为 年度最受人欢迎的滑雪旅游大村 那刚才我们说到呢 威斯勒主要的自然资源 以及旅游资源呢 是基于两座山而建立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在这两座山的山脚下 一座呢 是威斯勒山 另外一座呢 是黑书山 刚才我们还提到说 威斯勒最早期是因为它的滑雪场地而著名的 所以这里最主要的运动还是滑雪 那自从2010年 这里举办了冬季奥运会之后呢 这里在滑雪爱好者心中的形象 也更是颇为增加 那么 来冬季来到这里的朋友们呢 一定体验到过这里得天独厚的滑雪资源 以及滑雪场地 以及这里为各类滑雪人士建立的各种的场道 以及缆车 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呢 虽然现在是夏季 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到山峰上还有很多积雪 所以即使是现在呢 滑雪爱好者还是可以上到山峰顶端去滑雪 所以现在缆车还是开放阶段 那么除了冬季以外 夏天来到这里的朋友 就像我现在在这里 也是拥有很多的选择 夏天的这里呢 气候宜人阳光普照 是享受这里自然资源的最好的时候 那在这里夏季的运动也有很多 比如说爬山 单车 漂流 高尔夫球等等等等 应有既有 数不胜数 那除了运动爱好者之外呢 不爱运动的朋友们也会发现 这里是很好的旅游圣地 因为这里山上的美景也会让人陶醉 如果你乘坐缆车或者沿着山道散步呢 你就可以观赏山上的美景 聆听河水的声音 可以说是美不胜收 那么对于摄影爱好者来说 这里同样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这里呢 无论是山上的景色还是山下的小镇 从头到尾都具有着美妙的艺术气息 仿佛用镜头就可以记录下它的一切 那这里呢 也常年山上呢也常年栖息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 鸟类 那黑熊在这里的山上也同样呢 是平凡出没家常便饭 所以这爱大自然的朋友们呢 你们一定会发现 发现你们会爱上这座小镇 那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去山上体验这里的运动资源了 那这里最需要必备的 上山最需要必备的一样东西 就是墨镜了 好了 大家行的跟我走吧 那么由于威斯拉小镇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引起旅游资源呢 为这里迎来了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游客 那每年到了冬季和夏季的时候 这里除了一万多的常住民以外 还有来自各个国家的百万计的游客 蜂拥而至 那刚才 除了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威斯拉山上的各种各样的旅游设施和运动资源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来到山脚下的威斯拉小镇散散步 来体验这里 这里独特的味道以及感觉 那这个威斯拉小镇呢 可谓是热闹非凡应有俱有 这个小镇有各式各样的餐厅 酒吧 礼品店 服装店 以及各种各样的酒店 应有俱有 那么这里 在这里呢 无论是大到了四五星级的大酒店 还是路边的小Motel 都沾染到了这里的清新质感 完全没有大城市的喧闹与繁腐质感 那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到各个国家的美食文化 以及酒吧餐厅 还可以购物各种各样的服装品牌 应有俱有 可以满足各类人的游玩的要求 那你可以试想一下 在这里当你白天在山上体验过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之后呢 晚上呢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你散步在热闹的威斯拉小镇的街道上 体验着各种各样的美食 还可以到路边的酒吧坐一坐 喝两杯酒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畅谈 那是最美妙最幸福的时刻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我就要带你去体验这里的其中的一个美食 就是这里号称是全加拿大最好吃的冰淇淋 跟我走吧 我们走吧 好啦 那伴随着美味的冰淇淋呢 我们今天的旅游就到这里了 千万不要忘记威斯拉小镇 这个具有独特味道的地方 这个集所有的运动 游玩美食餐饮 以及各种散步等等 一一体的美丽小镇 威斯拉 谢谢大家 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转发